北宋年间,飞云镇有个男子,名叫方玉玲,父母去世得早,无人约束他,家里穷得叮当响,却过着整天胡吃海喝的闲散生活。 直到有一天,玉玲在镇上喝得醉熏熏的,就随便找了个破庙,随便扑些稻草,躺下就开始呼呼大睡起来。 在半夜时分,一个女子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了进来,响动声惊醒了玉玲,她摸出一块板砖,以硬不实之虚,然后看着女子问道,你是何人,为何会在这里? 小伙子,你别害怕,我不会害你的女子开口道,不过令玉玲吃惊的是,她的声音却是男子的。 玉玲被女子奇怪地声音吓了一跳,她借着月光打亮着女子,只见她身穿一袭轻衣,长发披肩, 面容清秀,但眉宇间却透露着一股阴气,最令玉玲吃惊的是,她竟然有着一副男子的嗓音。 就在这时,女子突然开始剧烈咳嗽起来,玉玲忙拿出身上的,一边将水袋递给女子,一边关切地问道,你没事吧? 女子接过水袋,喝了几口,咳嗽逐渐平息下来,她看着玉玲,眼中流露出感激之色。 谢谢你女子说道,我叫云中燕,刚从一户富商家里逃了出来,身中剧毒,恐怕是活不成了。 云中燕再次剧烈咳嗽起来,而且连吐几口黑血,眼看要咽气。 小伙子,谢谢你的照顾,我不行了,这个送你当个纪念吧,云中燕艰难地从怀中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。 还有一个书,递给了玉玲,不大会,云中燕就脑袋一歪,没了呼吸。 玉玲看着手中的小盒子和书籍,心中不禁感慨万分,她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这么一个破庙里遇到一个将死之人,而且还与自己有着不解之缘。 玉玲打开小盒子,发现里面是一些很香的香料。 打开书,玉玲才知道那香料的名字,名叫银香,死物被吸入后,会令人神情恍惚,欲望大增。 最让玉玲感到奇异的是,通过书中所述,云中燕本是个男子,只因她会一荣树,所以才能化为漂亮的姑娘。 玉玲不知道云中燕生前都做了什么,为何会从富商家里逃了出来,而且还深中剧毒。 她将银香和书小心收好,并将云中燕埋在破庙附近,之后便回家了。 之后的几个月内,玉玲继续过着胡吃海喝的日子,把银香和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 直到有一天,玉玲在镇上的一家酒楼里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,她身姿婀娜,容貌绝美,让玉玲一见倾心。 玉玲上前搭讪,才知女子叫荷花,应家到中落,才无奈到酒楼卖场。 不过当玉玲表示想要娶她为妻时,被荷花言辞拒绝了,并与言羞辱她是个穷光蛋,让她有多远滚多远。 玉玲顿时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,她一计之下离开酒楼,决定从此振作起来,出人头地,赢得荷花的心。 玉玲取出之前云中燕给的银香和书,开始认真研究。 她发现书中所描述的易容术十分神奇,便决定尝试一下。 经过三天的准备,玉玲化身成一位貌美的女子,她为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。 叫做玉玲,并以这个身份重新回到了酒楼。 酒楼的老板看到玉玲如此美丽,便立刻聘请她为酒楼的新的歌姬。 而玉玲的嗓音清澈动人,很快就赢得了客人们的喜爱。 酒楼的生意也因此兴隆起来。 在此期间,玉玲时常借机接近荷花,并以过来人的身份向她传授了一些吸引男人的技巧。 荷花虽然觉得玉玲有些奇怪,但她的建议确实有效,让她在酒楼里的地位逐渐提升。 一天,荷花为了感谢玉玲的帮助,将她带回了家。 当然,她是不知道玉玲其实就是方玉玲的。 两人喝了几杯酒后,玉玲悄悄拿出银箱,不久后,荷花便昏迷了过去。 就这样,当晚玉玲得到了荷花。 此事过后,玉玲一发不可收拾,做下了很多恶事。 不过俗话说,人在做,天在看,做坏事,终归要得到报应的,玉玲也不例外。 事情是这样的。 一天,玉玲一融成一位清秀的女子,假装在山中迷路,试图降低过路女子的警惕心。 从远处走来一位顽固男子,名叫李武。 李武是个富家子弟,平日里游手好闲。 喜好女色,她见玉玲一融后的清秀女子,顿时心生邪念, 走上前去搭讪。 姑娘,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山里,是不是迷路了? 李武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问道,玉玲表面上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, 说道,公子,我叫玉燕,在山中迷路了,你能帮助我吗? 李武一听,这不是英雄救美的机会来了吗? 她当即表示愿意帮助玉燕找到回家的路, 于是,两人便一同上了路。 然而,在途中,李武却突然露出争鸣面目, 她一把将玉燕拉到偏僻处,企图行不轨之事。 玉玲见状,心中暗道不好,恐怕这个傻子把我当成美女, 想要霸凌啊,真是气死我了。 玉玲本想拿出银箱迷倒李武,然后再好好教训她一番。 然而,就在这时,意外发生了。 由于玉玲之前多次使用银箱,身上的香气已经十分浓郁, 而李武又恰好对这种香气十分敏感。 她一闻到这股香气,便立刻感到一阵头晕目眩, 浑身无力,李武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上,失去了意识。 玉玲见状,不惊,大吃一惊。 她没想到银箱竟然对李武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反应。 她上前查看李武的情况,发现她呼吸微弱, 面色苍白,显然是中了毒。 玉玲心中顿时感到一阵恐慌, 她意识到自己可能闯下了大祸。 她匆忙将李武背到附近的镇上, 找到一家医馆求救。 经过大夫的诊治,李武终于醒了过来, 但她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。 大夫告诉玉玲,李武中的是一种罕见的弥香毒, 幸好及时发现病救治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 此事过后,李武对玉玲假扮的玉燕展开了疯狂的追求, 发毒是要得到她的芳心,要娶她为妻。 玉玲面对李武的疯狂追求,感到十分苦恼。 她并不想与李武有任何瓜葛, 更何况她还是个男儿身, 但李武却对玉燕的美貌和神秘感到着迷。 神魂颠倒的,哪里肯松手? 一天,李武表白道, 玉燕妹妹,自从那日在山中遇见你, 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。 你的美貌,你的气质都深深地吸引了我, 嫁给我吧,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的。 玉玲听着李武的表白,感到直起鸡皮疙瘩, 心中感到无奈和苦涩。 她知道自己需要尽快摆脱李武, 否则会带来更大的麻烦。 于是,玉玲深吸一口气,说道, 李公子,对不起,我其实已有一中人了, 咱们没有缘分,就到这里吧, 说着便起身走了。 李武是个无赖,他哪里肯青年放弃, 一天,他见玉燕从集市回家, 便尾随在身后,在途径一片山林时, 当即用渔网把玉燕给罩住。 哈哈,玉玲妹妹, 谁让你敬酒不吃吃法酒呢? 今天我就要得到你李武将玉燕击晕, 背着来到一个提前找好的山洞。 这个山洞隐蔽而深邃, 仿佛与世隔绝。 李武为了这一天, 提前在山洞中布置了一番, 犹如一个新房的洞房, 净显他对玉燕的痴迷雨风。 山洞内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和绸缎, 一片喜庆的氛围, 中央位置摆放着一张柔软的床铺, 铺着红色的被褥和枕头, 显得格外诱人, 旁边还有一张小桌, 上面放着美酒和精致的点心, 仿佛是在等待新人的到来。 李武将玉燕轻轻放在床铺上, 痴迷地看着他的脸庞, 他伸手抚摸着玉燕的秀发和脸庞, 心中充满了欲望和期待。 不过, 当李武解开玉燕的衣衫时, 却当场愣住了, 因为他的胸前满是胸毛。 李武吓得魂飞魄散, 手忙脚乱地向后退去, 一不小心摔倒在地, 惊恐地看着躺在床上的玉燕, 他怎么也想不通, 如此美貌的女子, 怎么会有男子的特征。 这时, 玉玲缓缓地睁开眼睛, 坐起身来,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。 其实, 他早就已经醒了, 只是想看看李武到底想做什么。 现在, 他终于明白了李武的企图, 心中不禁感到好笑。 你, 你到底是什么人? 李武结结巴巴地问道, 声音中充满了恐惧, 哼, 我是方玉玲, 也就是你口中的玉燕妹妹啊。 玉玲冷笑着说道, 哥哥, 你是想要在这山洞中得到我吗? 哈哈哈哈, 李武闻言, 顿时面如死灰, 他知道自己这次踢到了铁板, 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人。 他跪在地上, 连连磕头求饶。 玉玲大哥, 我错了, 我真的错了, 求你饶我一命吧。 玉玲看着李武的丑态, 心中并没有丝毫的同情, 他起身走到李武的身边, 一脚踩在他的胸口上, 冷冷地说道, 你这种人渣, 留在世上也是祸害, 不过, 我今天心情好, 不想杀你, 但是, 死最可免, 活最难逃。 说着, 玉玲从怀中拿出那盒银箱, 在李武的鼻前晃了晃, 李武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, 浑身无力, 他知道, 这是玉玲在惩罚他, 玉玲将银箱点燃, 放在山洞的角落里, 然后, 他走到洞口, 将洞口封住, 他要让李武在这个充满迷香的山洞里, 待上一夜, 好好体验一下浴火焚身的滋味, 做完这一切后, 玉玲转身离开了山洞, 他知道, 经过这一夜的折磨, 李武以后再也不敢对女子有非分之想了, 在玉玲走之后, 李武在山洞中疯狂嚎叫, 四处乱窜, 竟然意外发现另一个出口, 他快速地逃了出去, 李武来到县衙, 将玉玲假扮女子的事诉说了一番, 县令当即派人将玉玲抓捕归案, 经过审讯, 玉玲对男扮女装, 对漂亮女子行骗的事诉说了一番, 最终, 玉玲被判处急刑, 终于为自己犯下的恶行付出了代价, 通过这个故事, 告诉我们, 没有不透风的墙, 人做坏事, 是要得到报应的, 方玉玲因为自己的贪欲, 最终葬送了性命, 这倒是, 北宋年间方玉玲, 家贫无助少人连, 破喵一梦云中燕, 一容秘书手中传, 化身玉燕各楼舞, 迷惑众生藏货端, 恶行中被天掩时, 急行加身报应线, 精彩故事接着看, 北宋建龙年间, 青田县有个男子, 名叫刘书仁, 自从父母在一场瘟疫中相继去世后, 他便与哥哥刘书群相依为命, 为了赚钱生活, 哥俩每天都要下地干活, 日子过得很是清贫, 尽管生活艰辛, 但书仁和书群从未放弃过, 他们每天早出晚归, 心情耕作, 无论风与雷电, 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决心, 他们相信, 只要努力, 总有一天能够改变命运, 有一天, 书人正在家中劈柴, 书群神秘兮兮地从外面跑了回来, 一进院子, 就吩咐道, 书人, 快去将门关上, 我捡到的东西, 可能是宝贝, 书人一愣, 赶紧放下手中的斧头, 关上大门, 进了屋, 只见书群小心翼翼地将衣服包着的东西, 放到桌上, 轻轻解开衣服, 里面露出一个满是泥土的东西, 哥哥, 这是, 书人不解地问道, 我也不知道这是啥东西, 刚刚我在沟里挖药石, 挖到的, 你读书多, 看看这是宝贝吗, 书群解释道, 书人拿起这个土里土气的东西, 仔细打量起来, 这是一个形状奇特的陶罐, 上面布满了泥土和青苔, 看起来有些粘头了, 他小心翼翼地清理着陶罐, 突然, 他发现罐子上有一个小孔, 似乎可以打开, 书人用力旋转着小孔, 陶罐被慢慢地打开, 一股强烈的光芒从罐中射出, 让人无法直视, 光芒散去后, 书人惊讶地发现, 罐子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币, 哥哥, 我们发财了, 书人兴奋地喊道, 啊, 这是真的吗, 书群惊讶道, 说完还拿起一块金币咬了一口, 牙齿在金币上留下浅浅的齿痕, 由于不确认是否是金币, 书群让书人带上一枚金币去档铺问问, 看看值不值钱, 书人听从哥哥的建议, 带着一枚金币来到了县城的档铺, 他走到档铺前, 深吸一口气, 走了进去, 档铺的老板看到他, 便招呼道, 小伙子, 来当东西嘛, 书人点点头, 将金币放在柜台上, 掌柜的, 您给瞧瞧, 这个能给多钱, 老板拿起金币, 仔细打量了一番, 然后露出惊喜的表情, 这是每股金币, 非常值钱, 书人听到这个消息, 激动不已, 那这个金币能值多少钱, 老板沉饮片刻, 这样的金币非常稀有, 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, 我估价至少能值一百两银子, 书人心跳加速, 没想到这枚金币如此值钱, 要知道他们哥俩累死累活, 一整年也只能赚到几两银子而已, 书人谢过老板后, 匆匆赶回家,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书群, 书群听到金币的价值, 也十分高兴, 他们商量了一番, 决定将剩下的金币存起来, 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出手, 过了没几天, 突然天下大雨, 将他们的房子给零榻了, 哥俩一商量, 便拿出一枚金币去当铺, 准备当些银子, 盖新房子, 当书人去当铺时, 书群闲来无事, 在田间溜达, 查看庄稼, 他刚来的地头, 忽然听到女子呜呜员员哭泣的声音, 听到这里, 书群眉头紧皱, 感觉事情不对劲, 为了弄清楚是怎么回事, 他寻着声音找了起来, 当他来到树林时, 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子正蹲在地上哭泣, 书群走上前去, 轻声问道, 妹子, 你这是怎么了, 遇到什么男士了吗, 需要帮忙不, 那女子抬起头,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, 哽咽着说, 我叫婉儿, 因为家境贫寒, 父母将我卖给了一个老园外作妾, 我宁死不从, 趁机逃了出来, 可是不小心迷路了, 走到了这里, 我, 呜呜呜说着说着, 婉儿再次哭了起来, 书群听完, 心里很不适滋味, 他深知贫苦人家的苦衷, 于是说道, 婉儿, 我叫刘书群, 家就在不远处的村里, 现在和弟弟刘书人相依为命, 如你不嫌弃, 就先到我家里住吧, 你看怎么样, 婉儿想了想, 眼下无处可去, 便点头答应了, 书群带着婉儿回到家中, 将房子被淋他的事说了一番, 并安慰他, 新房子过几天就盖, 让他不要担忧, 不大会, 书人当完金币回来了, 他还顺便找好了盖房子的工匠, 第二天就开始盖房子, 书群将婉儿的事给书人讲了一遍, 书人听后, 也非常同情婉儿的遭遇, 认为他一个弱女子在外面很不容易, 便让他在自家好好歇息, 不要担心, 婉儿在书人家住了下来, 他心灵手巧, 勤劳能干, 主动帮书人和书群做饭, 洗衣, 打扫卫生, 他的到来让这个简陋的家焕然一新, 充满了温馨和生机, 不久后, 新房盖好, 三人各一间屋子, 搬进新屋这天, 婉儿特意做了几个菜, 还被上酒, 庆祝他们乔迁之喜, 书人和书群喝着酒, 吃着菜, 感觉生活从未如此美好, 他们决定将婉儿当成自家人, 好好待他, 酒过三旬, 婉儿喝得满脸通红, 他站起来走到书群身边, 说书群哥, 谢谢你当初将我就回家,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, 我发现你是个踏实肯干的好人, 我愿意嫁给你为妻, 你看怎么样, 书群听后, 一时愣住了, 他没想到婉儿会向他表明心意, 他看了看书人, 只见书人也是一脸惊讶的表情, 婉儿见二人不说话, 以为他们不愿意, 低头道, 如果书群哥觉得我配不上你, 那, 那我就离开这里吧, 书群赶紧拉住婉儿的胳膊, 别, 婉儿, 其实我也喜欢你, 你愿意嫁给我, 我非常高兴, 我愿意娶你, 婉儿嫂子, 看来以后我要这么叫你了, 一旁的书人笑着道, 婉儿羞红了脸, 低着头, 娇滴滴地说道, 书人弟, 你也可以叫我婉儿姐, 三人打闹了一番, 决定第二天去县城买些东西, 准备尽快将婚事办了, 第二天一大早, 书人和书群便赶着马车, 带着婉儿去了县城, 他们要置办些结婚用的东西, 到了县城, 他们去了布庄, 瓷器店, 家具店, 置办了一番, 就在他们置办东西时, 突然一位老太龙中的男子吩咐手下将婉儿给抓住, 恶狠狠地说道, 婉儿, 我的妾, 你这些日子跑哪去了, 我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, 说话的男子, 名叫王昌, 年龄八十岁, 家里颇为有钱, 前不久花了五十两银子, 将婉儿买下, 欲要娶她为妻, 却不曾想婉儿趁着天黑逃跑了, 啊, 是你, 快放了我, 我宁死也不会嫁给你的婉儿认出王昌, 暗道倒霉, 挣扎着喊道, 书人和书群, 见状, 赶紧拦在婉儿身前, 书群说道, 你们干什么, 光天化日之下, 想要抢抢名女吗, 你是何人, 我带我的小妾回家, 干你何事, 识相的赶紧滚, 别让我发货, 我年龄大了, 不想轻易生气, 王昌不紧不慢地回到, 书群听后, 赶紧与婉儿了解情况, 才知道王昌就是买她的人, 得知真相后, 书群头脑发猛, 她很想帮助婉儿, 因为她要娶她为妻, 却不知道该怎么说, 就在这时, 书人走上前, 说道, 婉儿嫂子已与我哥成亲了, 我们赔你钱, 还请高抬贵手, 放过她, 啊, 有这事, 气死我了, 我还没得到她, 既然便宜你这个穷光蛋了, 王昌听后, 脸上止不住地颤抖, 气得牙都要咬碎了, 过了一会, 王昌冷声道, 你们要赔钱是吧, 只要你们给我一千两银子, 我就放了她, 否则这是没完, 书人和书群听到王昌狮子大开口, 既然要一千两银子, 他们顿时感觉一阵眩晕,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, 他们虽然有些金币, 可都当了, 估计就一千多两, 书人看了看书群, 书群看了看婉儿, 婉儿一脸惊恐,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 三人心中五味杂陈, 书人将书群拉到一边, 低声道, 哥, 眼下要救嫂子, 只能将剩下的金币都当了, 反正金币也是捡的, 咱答应他吧, 就嫂子要紧, 书群听后看了一口道, 哎, 眼下也没有其他法子, 就这样吧, 哥俩商量完, 便答应了王昌的要求, 和王昌约定好时间后, 王昌放他们离去了, 第二天, 书人将剩下的金币都拿到当铺, 当了一千两百两银子, 拿出一千两银子到王昌家中, 赎回了婉儿的卖身器, 回到家后, 书人将卖身器递给婉儿, 笑着说道, 嫂子, 事情已经解决了, 王昌再也不会找你了, 婉儿听到后, 顿时泪流满面, 他知道书人和书群为了救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 他感激替铃道, 真是谢谢你们, 书群回道, 客气啥,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, 今后我们好好过日子便是, 三天后, 在村里人的帮衬下, 家中布置一心, 到处张贴大红喜字, 书群和婉儿要成亲了,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, 婉儿穿着鲜红的嫁衣, 头戴金冠, 宛如仙女下凡, 书群则是一身红袍, 英俊潇洒, 两人拜过天地和高堂, 然后进入了洞房, 这一夜, 月色皎洁, 映照着婉儿和书群的幸福, 他们相视而笑, 紧紧相拥, 婉儿低声说道, 相公, 真是太谢谢你了, 我能嫁给你, 很开心, 书群抚摸着婉儿的秀发, 眼中满是柔情, 娘子, 不要客气, 以后我好好守护你, 婉儿亲恩一声道, 相公, 为了赎我, 让你们花费了这么多银子, 无以为报, 今晚就让我好好服侍你吧, 说着仰起头, 温软的红唇吻上了书群, 两人度过了一个难忘, 幸福的洞房花竹夜, 第二天, 吃早饭时, 书人说道, 哥哥, 嫂嫂, 我准备到外游学一番, 今日就出发, 在我离去的这段时间, 你们要保重身体啊, 书群点了点头道, 既然你决定了, 那就去吧, 我们会好好等你回来的, 婉儿也微笑着说道, 兄弟,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, 早些回来, 书人感激地看了看二人, 早饭过后, 婉儿给书人收拾了行囊, 书人告别了婉儿和书群, 踏上了游学的路途, 书人走了以后, 婉儿和书群在家中相依为命, 他们一起劳作, 一起吃饭, 一起睡觉, 生活虽然频繁, 却充满了幸福, 时间飞逝,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, 这三年里, 婉儿和书群过着简单的生活, 他们没有太多的奢望, 只希望能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, 有一天, 书群带着婉儿去寺庙上香, 希望婉儿能早些怀上孩子, 他们已结婚三年, 虽然日夜耕耘, 可婉儿肚子一阵没有动静, 他们看了很多的郎中, 喝了不少汤汤水水, 也没什么用, 所以才想着去上香祈福, 环梅到寺院, 在路上遇到了无赖王二狗, 这王二狗仗着会歇三脚猫的功夫, 到处欺负人, 遇到漂亮的姑娘总要调戏一番, 站住, 这位小娘子我看上了, 跟我走吧, 包你吃香的喝辣的王二狗盯着婉儿, 上下打量, 口水流了一地, 婉儿被吓得脸色苍白, 躲在书群的身后, 书群看到王二狗那副模样, 气就不打一处来, 他强忍着怒火, 冷冷说道, 这位兄台, 请你自重, 不要没事找抽, 啊, 还没人敢这么给你二狗爷说话, 你给我死来, 王二狗抽出靴子中的匕首, 就朝书群刺来, 书群侧身一躲, 顺势抓住了王二狗的手臂, 用力一扭, 只听咔嚓一声, 王二狗的胳膊脱臼了, 王二狗痛得大叫起来, 他没想到书群竟然有如此的身手, 狗东西, 今日不给你点教训, 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, 书群说着将王二狗摔在了地上, 踩住了他的胸口, 大哥, 饶了我吧,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王二狗哀嚎着求饶, 书群不想把事闹大, 就松开脚, 冷声道, 赶紧滚, 以后再该欺辱人, 定不饶你, 王二狗得到允许, 快速逃跑, 当跑得足够远时, 他叫嚣道, 小子, 你今天敢打你狗爷, 这梁子算是接下来, 我饶路了你说完不等书群回复, 快速逃跑了, 书群拉着婉儿的手, 到寺庙中上香许愿, 之后便回家了, 令书群没想到的是, 这王二狗是心胸狭隘之人, 竟然真的再次向他找起麻烦来, 五天后, 书群上山砍柴, 被人突然照下渔网, 挨了一闷棍后, 当即晕了过去, 当书群醒来时, 发现被绑在树上, 前面坐着王二狗, 王二狗奸笑道, 小子,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, 说吧, 你想怎么死, 呸, 你个无赖, 有种放了我, 咱俩单挑书群愤怒地回到, 单挑, 你想啥呢, 我有这么多兄弟, 我和你单挑干嘛王二狗笑着回到, 说完走到书群身边, 扇了他几个耳光, 书群被打得鼻青脸肿, 嘴角流出了鲜血, 他愤怒地看着王二狗, 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, 别这样看着我, 把你娘子送给我, 心虚我还能饶了你王二狗, 得意洋洋地说道, 书群心知肚明, 这王二狗是看上婉儿了, 婉儿是他妻子, 他宁死也不可能将婉儿送给这无赖, 有本事, 你就杀了我书群瞪着王二狗说道, 王二狗一听这话, 气得娃娃娃怪叫, 他挥舞着鞭子抽象书群, 只打得他皮开肉绽, 狗东西, 你竟然敬酒不吃吃法酒, 我让你嘴硬王二狗一边打一边骂道, 书群被打得奄奄一息, 昏了过去, 再说婉儿在家等书群一直不见回来,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, 于是出门寻找书群, 婉儿找了好久, 终于在山脚下发现了昏迷的书群, 他赶紧将它背回了家中, 婉儿请来了郎中为书群诊治, 幸好书群的伤势不算太重, 调养一段时间就会康复, 在书群苏醒后, 将自己被王二狗打伤的事说了一番, 婉儿听后, 心疼道, 相公, 你这顿打不能白挨, 咱报官吧, 把这无赖给抓起来, 看他还嚣张, 书群听后, 思索了一番, 说道, 现在去报官, 没有证据, 恐怕县令也拿他没办法呀, 婉儿听后点了点头, 回道, 也是, 那咱们该怎么办, 哎, 先别想那么多了, 我先把伤养好, 再做计较吧, 书群叹了一口道, 在婉儿的悉心照料下, 一个月后, 书群的伤已恢复得七七八八, 有一天晚上, 两人正在家中睡觉, 忽然几个火把被人从外面扔到院子中, 把两人惊醒, 啊, 相公, 这是怎么了婉儿吓得忙搂住书群的胳膊, 别怕, 一切由我在书群安慰道, 说着快速穿好衣服, 拿出砍柴刀就冲出屋子, 小子, 你狗哥来了, 送你的礼物满一步, 王二狗尖笑着喊道, 你这个无赖, 真是阴魂不散呀, 看我不载了你书群朝王二狗砍去, 王二狗也不应战, 转身就逃, 在书群刚离开家, 突然听到婉儿的喊叫声, 他顿感不妙, 中了吊虎离山之计, 当他转身去救婉儿时, 发现婉儿被一男子扛在肩上, 快速朝后山跑去, 只听到婉儿哭喊道, 夫君, 救我, 书群心中一紧, 知道婉儿有危险, 他赶紧追了上去, 扛着婉儿的男子, 正是王二狗的手下, 他扛着婉儿来到一处山洞中, 将他扔在地上, 婉儿害怕极了, 眼巴巴地看着王二狗, 他知道今天难以逃脱王二狗的魔掌了, 王二狗走到婉儿身边, 迎笑道, 小娘子, 你就从了我吧, 只要你答应给我做小, 我保你荣华富贵, 婉儿厌恶地看着王二狗, 骂道, 无耻之徒, 我宁死不从, 王二狗听后哈哈大笑, 说道, 不从, 哼, 给脸不要脸, 来人, 给我架起柴堆, 我要烧死他, 看他还嘴音不错, 手下们一听这话, 赶紧架起柴堆, 准备点火, 就在这时, 书群也追入山洞, 看到被绑着的婉儿, 他满眼通火, 愤怒地喊, 王二狗, 你敢动我妻子一根头发, 我饶不了你, 小子, 你竟然还敢威胁我, 你是看不清形势呀, 说着从婉儿头上拽下几根头发, 挑衅地看着书群, 书群健壮, 心中怒火中烧, 他挥起砍柴刀冲向王二狗, 王二狗的手下健壮, 立刻挡在王二狗面前, 与书群激战起来, 虽然书群勇猛无比, 但奈何对方人数众多, 他一时间也难以接近王二狗, 哈哈哈哈, 小子, 你以为我会亲自上阵吗, 实话告诉你, 我早已在山洞周围设下了埋伏, 你就等着死吧, 王二狗得意洋洋地笑道, 婉儿听到这话, 心中一紧, 他知道书群已经陷入了绝境, 他拼命挣扎着, 想要冲过去抱住书群, 但无奈被绳子紧紧绑住, 夫君, 快跑, 不要管我, 婉儿大声喊道, 书群听到这话, 心中一阵纠痛, 他知道,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婉儿, 而不是逞英雄, 于是, 他挥舞着砍柴刀, 砍倒了一片手下, 终于冲到了婉儿身边, 婉儿, 别怕, 有我在, 书群紧紧抱住婉儿, 安慰道, 突然, 书群被人从身后偷袭, 一脚将他踹倒, 由于反应不及, 书群当即被快速围了起来, 一阵殴打, 只打得他奄奄一息, 王二狗来到书群身边蹲下, 拿出一个小白瓶, 倒进书群嘴中, 笑着说道, 走好, 不送, 你妻子我替你照顾了, 说着朝婉儿一步步走去, 就在王二狗撕扯婉儿的衣服, 欲要实施受刑时, 突然一位白衣老人从外面走了进来, 喝道, 助手, 老头, 你是何人, 不在家等死, 来这里是找死吗? 王二狗愤怒地问道, 老人也不废话, 几个闪身, 竟然将王二狗一行人全部打死, 他出手很快, 婉儿还未来得及反应, 一切就已经结束了,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, 我丈夫被人灌下不明东西, 您能给舅舅马婉儿被松开绳子后, 一边感谢, 一边冲到书群身边, 恳求道, 老人在给书群整完脉后, 给婉儿传授了医治方法, 因有事便快速离去了, 婉儿将书群背回家中, 开始按照老人传授的方法, 给书群扎针医治, 就在这时, 外出游学的书人从外面回来了, 他看到婉儿将书群头上扎的都是银针, 以为是对书群不利, 当即喊道, 嫂子, 你不是人, 我哥对你这么好, 你为何要害他呀? 婉儿听到这话, 心中一阵委屈, 他知道书人误会了, 赶紧解释道, 兄弟, 你误会了, 我是在救你哥, 他在外面被人打了, 现在昏迷不醒, 是一位高人传授给我的方法, 书人听后愣住了, 他看了看婉儿, 又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书群, 有些不敢相信, 婉儿见书人不相信, 也不好多说什么, 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救醒书群, 经过一段时间的救治, 书群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, 他看到婉儿和书人都在身边, 心中一阵感动, 婉儿, 谢谢你, 我还担心你被王二狗那个无赖, 害了书群感慨地说道, 相公, 别说话, 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, 需要好好休息, 婉儿温柔地说道, 书群点了点头, 他知道自己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, 才能恢复, 书人这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婉儿说道, 嫂子, 对不起, 我刚才误会你了, 我不知道你是在救我哥, 婉儿笑了笑, 说道, 没事的兄弟, 你们兄弟情深, 我知道你担心, 这是可以理解的, 不过作为嫂嫂, 我要叮嘱你几句, 你以后却不可如此鲁莽了, 嫂子, 谢谢你, 我知道我错了, 以后我会注意的书人诚恳地说道, 婉儿点了点头, 他知道书人是个善良的人, 只是一时冲动, 好了, 不说这些了, 你哥需要休息, 咱先出去吧, 婉儿对书人说道, 两人离开书群屋子, 来到堂屋, 经过了解得知, 书人在外游学这些年, 意外结识一位女子, 名叫灵儿, 他家里是做生意的, 两人一见如故, 决定结为夫妻, 书人这次回家, 就是邀请书群和婉儿两人前去参加他们婚礼的, 婉儿听后, 笑着说道, 兄弟, 这可太好了, 你哥还经常念叨, 说你没结婚, 为你的婚事而担忧, 如今你也即将结婚了, 你哥知道后肯定很高兴, 说完便各自睡下了, 第二天, 书人将自己的婚事给书群说了一番, 书群听后大喜道, 太好了, 太好了, 咱爹娘在天有灵, 知道咱俩都结婚了, 指定很高兴, 哥, 你好好养伤, 我等你伤好了再结婚, 到时候咱们可要好好喝一杯, 书, 人笑着说道, 兄弟, 等你哥伤好了, 这没问题, 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能多喝哦, 婉儿回道, 为何呀, 这高兴的是, 当然要多喝了书人不解的问道, 我的傻兄弟, 你喝多了, 新娘子灵儿咋办呢, 你们洞房花竹叶, 难道你让她睡大觉, 婉儿笑道, 书人听后一拍脑袋, 恍然大悟, 忙向婉儿道谢, 不久后, 书群的伤好得差不多了, 书人和灵儿开始成婚, 在成婚当天, 婉儿和书群也为书人和灵儿感到由衷的高兴,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, 书人和灵儿的婚礼如期举行, 这一天, 阳光明媚, 鸟欢叫, 仿佛大自然也为他们的幸福时刻而欢腾, 书人穿着大红喜袍, 英俊潇洒, 灵儿穿着精致的喜服, 美丽动人, 他们拜天地, 拜父母, 然后互相鞠躬, 饮浇杯酒, 这一刻, 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 彼此眼中只有对方, 婉儿和书群见证了这一幸福时刻, 他们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, 书群感慨地说道, 娘子, 看到他们如此幸福, 我心中也感到无比欣慰, 婉儿温柔地挽着书群的手臂, 微笑道, 我们也会一直幸福的, 自此, 兄弟二人均一取到了心爱的人, 幸福生活就此开始了, 好了,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, 感谢您的观看。